上午9点,沿街商铺刚开始开门营业 位于贵州省凯里市苗洞风情园的秀里桃飞衣集市 已是人头传动,沸沸扬扬 摊位顺着风雨长廊就地铺开 每个手艺人就是自己产品的推销者 在这个占地3600平米的圆形广场 汇聚了大大小小数百个摊位 售卖物品涵盖新刺绣,老袖片,银饰,蜡染,木雕,香包等酒类 约6000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飞衣手工制品 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参观和淘宝 我从山东来,我是这个苗袖衣服的粉丝 我每天都看直播 然后现在是亲自到市场上来买买买 我从台湾来的 昨天一整天就是在转了两班飞机 然后又坐动车过来 是特别为这集市来的,跟我的朋友 一次国外旅行 偶然邂逅一件贵州民族手工绣品 其精湛绣法给台湾女孩林依静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网上得知在贵州凯里有一个民间飞移集市 深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秀品和服饰 林依静十分心动,便和朋友约定了这个冬日的贵州凯里之行 连夜抵达凯里入住一晚后 两人清晨赶早来到集市 一边选购 一边饶有兴致的听手艺人 讲述刺绣图案背后的故事 秀里桃飞移集市的前世 是凯里市大十字街道草坪新村 一个有着近40年历史的老秀集市 以往每逢周四周五赶即日 草坪新村的村民便会带上自家手工绣品 在老街上支起一个小摊,沿街展示售卖 而随着旅游和自媒体行业发展 这个极具特色的老秀集市逐渐为外界所知 并悄然走空网络 近两年,由于草坪新村街巷场地 基础设施过于成就 凯里市以保护传承为基础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将草坪新村老秀集市 搬迁至苗栋风情园 于今年九月底开始营业 原来在这个草坪新村那边 它只是传统的一个地摊经济 然后咱们搬过来以后 我们就是为了把市场做得更好的同时 我们就通过传统的感激的模式 加了一个卸上卸下相结合 卸上我们有自己的团队 28个这种带货主播 每天都会在市场带货直播 家住凯里市三棵树镇的 90后苗座女孩杨艳芳 在草坪新村摆摊卖苗秀已有十余年 如今搬到新集市 她还兼职做起了集市主播 向屏幕前的网友们直播展销各个摊位的服饰秀品 这个来自哪个地方 是什么秀 然后年份是有多少 这些图案是有什么意义 都会给客人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他们喜欢的话 他们也就会拿走 好多年轻人对这些刺秀都不是很了解 像老一代的话 他们会了解更多 我们的话也是在 别再给全国各地的人 分享我们的少数民族这种刺秀品 然后也一笔在学习 每逢即使开市日 家住前东南州黄平县的苗族秀娘杨秀英 便会搭乘县里最早一班到凯里的巴士 来到秀里桃摆摊 她告诉记者 除了自己的手工绣品 还带卖家乡朋友的绣品 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 五六千啊 至少一次两三千 一天一场 最多的时候一场卖了多少钱 一场卖了两万 记者了解到目前入住秀里桃飞移集市的商户有四百八十余家 自今年九月开市以来 秀里桃以其独有特色 吸引了全国各地 以及澳大利亚 法国 英国等海内外游客 十万余人次到访 市场成交额近一千万元 现在我们正在通过飞移 打造这个文化创意街区 同时呢 以这个秀里桃 传统的这种刺绣啊 银细啊 纳染的元素呢 我们也在开发一系列的 民族加潮流加时尚的 这个文创产品 市场在规划好以后 后期呢 我们也想通过一些赛事 包括一些论坛 来吸引更多全国跟国外的友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